台灣有一女星被捕離婚 繼帶X與汪小飛離婚後48歲徐若孫也被報出離婚消息 台媒稱徐若孫與李雲峰已在上個月簽字離婚 結束了兩人維持了九年的婚姻關係 至於外界關心的原因他們的答覆則比較官方 理由是雙方性格不和 再加上長期兩地份居最終導致離異 兩人的兒子將繼續留在新加坡求學 稍萬些時候徐若孫李雲峰雙雙法文官孫離婚 從文字中我們還是能感受到雙方對這段感情的遺憾 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仍克服不了雙方的差距 一句話道出了感情破裂的證印 這份聲明中還說到兩人事在心思熟慮 理性溝通和協商下才決定給這段感情獲賞句號的 並承諾將會繼續付出最大的愛 一起守護他們最愛的人 不過媒體透露徐若孫與李雲峰離婚兒子早有端癌 去年9月時 徐若孫首次登上台北小巨蛋開場 原本大家都很關注他們夫妻二人同場 但最後卻是一場空 而週年後台的花南區也沒見李雲峰的送花 導致外界一次猜測兩人關係出現問題 事後徐若孫火速闢謠 稱老公有把鮮花送到家裡 並且解釋原因表示由於航班等問題 李雲峰未能出現 老婆開演唱會 老公即便是遠在新加坡 也可以通過很有網路的方式下單送花 至少吸足徐若孫牌面 何況歌迷都在現場等著他們受恩愛 可李雲峰卻把鮮花送到家裡 這顯然有背常理 被猜測也在情理之中 而更讓人質疑兩人當時分辨的原因 還是徐若孫與王力宏私下保持緊密聯繫有關 之前王力宏的前妻李靚雷爆出大瓜 稱王力宏經常與某位有加失的女明星在家中約會 王力宏對那名女星也是用情頗深 即使在口罩期間也不忘飛奔去女方家中約他私會 因為指向明顯 徐若孫主動跳出來否認還拉上了 富豪老公一起發了聲明 這件事才不了了之 當時就有一位星座大師 預言徐若軒的婚姻會遇到波折 或將在三年內離婚 沒想到預言成真 徐若孫外表甜美性感 自出道以來就撫禍了無數少男的心 他的非文男友更是一個比一個帥氣 初戀男友吳其龍 早年徐若孫與吳其龍不期而遇 兩人同屬一家唱片公司 一個清純可人一個陽光帥氣 很快就在情鬥初開的年紀陷入了愛河 徐若孫曾在書中書中寫到 戀愛時他到吳其龍家中造客 由於喝了一杯冰水 導致牙痛難忍 此時 吳其龍吸了他一個緩解疼痛的熱吻 此吻讓他刻骨明深 不過此時 公司事不允許明星公布戀情的 在外界的壓力下 吳其龍提出了分手 分手後 徐若孫難過的哭了一整晚 後來徐若孫又戀上了 被他小四歲的吳建豪 兩人屬於這大戀 不過後來因為年齡的差距分手了 兩人好醉好散 在吳建豪大婚時 徐若孫還大方送上了祝福 與吳建豪分手沒多久 徐若孫就與馮德倫傳出了飛聞 兩人在劇組打情罵兆 態度很開媚 絲毫不顧及旁人的眼光 飛聞就這樣轉了開來 徐若孫對記者說 馮德倫是一個很完美的歲歌 馮德倫也帶讚徐若孫 長得漂亮 是個男人都喜歡 但是兩人並沒有捅破這層窗戶子 後來馮德倫取了書旗 這段飛聞也就不了了之了 徐若孫的飛聞男友 還有曹甲和吳克群 兩人都是陰樂才子 徐若孫還幫吳克群寫過歌 並給他拍過MV 吳克群曾在記者會上 捧著999朵玫瑰 當眾下貴是愛徐若孫 說 幫我寫了這首歌後 一輩子都是我的女人了 賭王千金何超年 還為此與徐若孫爭風吃醋 大爆粗口 連大家小姐的身份也不顧了 面對吳克群的大膽事外 徐若孫始終態度不明任 憑這段飛聞鑽的快快洋洋 吸足了猜想空間 徐若孫還爭自暴暗戀林志穎 與吳建豪在一起時 更爆出與其好友朱紹天在一起的消息 同時還傳出了與周如文的花邊新聞 再後來徐若軒又被爆出知名歌手 林俊傑甜蜜約會 但後來林俊傑出面澄清 說兩人只是好朋友的關係 陳小春也曾與徐若孫傳出過飛聞 兩人多次被拍到私下關係親近 甚至深夜都會連著一起 除此之外周杰倫、王力宏 都是徐若孫的飛聞男友之一 直到徐若孫嫁給李雲峰才燒停了 李雲峰比徐若孫少兩歲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還帶著兩個女兒 不過只要能加入豪門 徐若孫甘當後嗎? 李雲峰曾對外透露 自己沒想過與徐若孫結婚 但他對女兒太好了 這讓他非常感動 不過在徐若孫嘴裡 又是另外一個版本 他說之所以加給李雲峰 是因為他對兩個女兒很好 讓從小沒有爸爸的他心心被感動了 互相感動的兩人攜手報入婚姻 徐若孫與李雲峰在2014年舉行了婚禮 婚後徐若孫姦難產下一子 當時餵了補住腹中胎兒 徐若孫被殺了300多針補胎 每天氣十幾顆補胎藥 更是一年臥床142天 每天氣可拉薩都在床上進行 甚至連洗頭髮都不能起身 就環挺符合台女風範的 不管婚前怎麼玩 一旦步入婚姻的殿堂 必然要全身心地成為 傳統定義女的完美人妻 帶著雙夫教子和駕駛駛駛駛駛駛駛的 決心一條道走到客 不道慢不得已絕對不離 不止徐若孫、吳佩慈、范偉琦、安爾健 大小X也大致如此 而李雲峰曾在婚後 被捕出遭遇財務危機 彼時有消息稱徐若孫急於復出爭前 貸富還債但事後南方已順利度過危機 終於債務危機平安度過 愛情的結晶也平安誕生 但徐若孫卻沒有選擇再回歸當全職太太的生活 而是繼續留在了娛樂圈 這不留不要緊一留下來反而屢生禍斷 先是被網友拔出他早些年的創意言論 由於年輕時的徐若孫曾在日本發展過 以至於他竟然在公開場合下發現到 日本就是我的樣貌 一時間激起了網友的紅紅怒火 於是那段時間 徐若孫的社交平台評論區裡 全是喊他日本養女的回覆 以至於在網友鍵盤的攻擊下 徐若孫稱兇了某博的社交帳號內容 之後又過了許多年 徐若孫出現在了封殺名單中 不知道是不是有網友舉報了他早些年的立場不正言論 當然也有網友反駁徐若孫的立場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就來客觀分析一下 有許多徐若孫的粉絲曾為此事做出過解讀 表示徐若孫早年在日本打拼的十份辛苦 所以若無一詞也可理解 徐若孫敢在公共場合說出這句話 或許是因為當年的內地娛樂圈發展遠不如港台娛樂圈 因此他並沒有把內地市場放入眼淚 此事誰有沒有想到幾年時間內地娛樂圈會飛速發展 以至於他曾年舊事都被網友爬的一竿而靜 最後不得不悔了了的關掉社交平台 但換個角度來看 徐若孫直接關掉內地常用的社交平台 說明他一如既往的沒把內地市場當回事 所以一被馬就啪啪屁股走人了 儘管他後續發展的重生都不在內地 但這並不妨礙他的那些風流市職被轉得快快揚揚揚 前不久被舉報性騷擾的陳建州想必讀者們還有印象 而陳建州身上的土色新聞也是連綿不斷 最著名的還要素當年被爆出來的四人運動 或許有網友在視頻流出的最早期增翰度過全貌 視頻中清晰可見的除了陳建州和王力宏還有徐若孫 雖然之後他對網友指證的插足王力宏婚的是指口否認 但有視頻為證也誅實清白不到哪去 而王力宏也不過是他豐富情事中的一小段插曲 所以徐若孫也算是非文女王一枚 不過婚後他本人就似乎修生了很多 甚至在採訪的時候直言無法接受老公出軌 一次自己也無法原諒 不知如今離婚是否是因為感情生變呢? 在台媒正式報出兩人離婚消息前 徐若孫而始在社交帳號公布了自己落我的心情 他獨自一人走在商場內並配聞 I'm not happy, you know 本意是我現在不快樂 再配合那張孤獨的背影照 離婚一事似乎早有預兆 徐若孫此前精第一次見李雲峰時 是在一次聚會上 被時事男方過生日 可中途李雲峰接到女兒發燒的電話 便和大家說明情況後 立刻返回家照顧女兒 這樣的行為 讓從小缺乏安全的隨約孫培感踏實 也讓他有了歸屬感 兩人再戀愛兩個多月後宣佈婚信 如今這段維繫了九年的婚姻 最終黃氏走向了終點 但願雙方都能如官宣示所說 依舊彼此守護家人、共同撫養孩子 以家人、有人的方式繼續進好各自的職責 徐若孫現年48歲 演藝事業受到王力宏離婚風波影響 在台灣的演出也並不多 而內地市場也早已失去 從他近期更新的愛用看 他似乎轉移的發展圈史 回到了一本演藝圈 同時隨約孫曬出的動態 也是全部配上了一文 還曬出了在日本工作和大話的照片 看得出來他有心去日本發展了 當年隨約孫確實在日本發展過 還在記者會上說出 日本對他而言 就如同飼養武官的存在 引發了很大爭議 儘管隨約孫事後道歉並表示 是別人斷章取義 但還是無法阻止大家對他產生的惡感 如今他在台灣的形象也受選 定居在新加坡也罵了離婚 去日本發展似乎已經別無他選 只能說成年人做的選擇 那就只能自己承擔了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歡迎點讚訂閱加轉發我 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 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